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萬迷主場節目 這支節目首先要跟大家恭喜迪基亞 因為迪基亞正式整個老親從子被困 之前有傳媒說他今個weekend要搞結婚 現在證實了是真的 他真的結婚了 是出了IG的post 也看到他太太穿著婚紗 不是結婚搞什麼事 所以恭喜迪基亞 也看到萬聯官網也有like他的post 我也是那句 如果大家的關係去到這麼差的時候 會不會還like來like去呢 我的理解就未必 但是迪基亞結婚這件事一定是100%的 但究竟萬聯跟他續約的情況是怎樣 暫時不得而知 看看下星期有沒有消息他續不續約 另外兩個外者球員就正式回到他們所屬球會 這件事其實昨天應該出第二條片 不過昨天太累了 所以出不到第二條片 今天先跟大家分享 薩皮莎正式回到拜仁 而韋賀斯就會回到搬離 搬離大家都知道 今年升班成為英超球會 所以韋賀斯明年仍然是英超的前鋒 看看他能不能入球 因為今季很可惜 在萬聯的半季在英超入球 另外薩皮莎的環境 不是啊 大家看到這裏 馬達就回到萬設斯特 大家猜馬達回到萬設斯特做什麼 待會開估 薩皮莎就 拜仁就想放售 他們要求大約是1500至1700的歐羅 就肯放他了 那萬聯就說 坦克其實對他 對薩皮莎都挺滿意 不過呢 始終有其他優先的位置 要提前補 所以有趣的 其實薩皮莎的鐵法 以我的理解 和萬治都有些相似的地方 那既然千多萬磅 因為是1500歐羅 千多萬磅 就已經可以找到薩皮莎 又用過又踢過 來幫忙 為什麼要用五千加五十五加五 即是差不多六千萬 去買萬治呢 我的理解就是 坦克一定看到一些東西 是萬治做得很好 或者更加配合他的打法 以薩皮莎是做不到的 如果不是 沒有理由 給多五千萬的 對不對 但是當然 萬治是一個本地培訓的球員 也有一個優勢 但是這個優勢沒有可能 令到分別這麼大 所以我們儘管看看 坦克怎樣去用萬治 也怎樣幫到他的踢法上高 OK 好 說回了 究竟馬達回來萬治斯特做什麼 他不是回來萬聯 不過 原來馬達 除了踢球厲害之外 和做慈善之外 他對藝術也有些東西 大家都知道 他在萬聯踢了八季 之後去了 土耳其的加拉達沙雷踢球 現在已經35歲 但是他對於很多東西的熱誠 都還沒減 他回來萬治斯特 就是去這個 曼徹斯特 去這個 曼徹斯特 國際節 究竟做什麼 原來他除了踢球之外 他對於藝術也有些心得 或者很有興趣 他將會地標戰 這次藝術的地標戰 他的新的project 不懂得讀 叫做 Trico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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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這樣 Art and Football United 就是說 藝術和足球 聯合在一起 這是什麼 原來他跟一個 一個德國印度籍的畫家 一個藝術家 英國不是畫家 藝術家 叫Tino Seguro 去製造一塊 他叫做For the Peace 我猜是一個雕像 禁常的東西 為什麼呢 就可以將會放在這個 足球的博物館 National Football Museum 大家記不記得 我記得有些朋友 去曼徹斯特 以前我們有好幾位朋友 跟我們一起講看球之餘 除了看球之外 在曼徹斯特他們做過什麼 應該就是去過 National Football Museum 他裡面有一個 Widworth Gallery 就會放在那裡 不是啊 兩個地方 National Football Museum 和Widworth Gallery 會放在兩個地方的製成品 就是說 我猜應該是一個雕像的東西 但總之可以 放出來給別人看 的一個藝術品 那 他就是這樣說 BBC訪問馬達的時候 他說回到曼徹斯特 當然是感覺到家 因為我昨晚來到的時候 已經感覺到那個能量 我住了實在很多年 有很多的朋友 甚至乎他老爸開了一間餐廳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 亦都感覺到 我已經回到家了 所以我很開心的 關於他的project 他就這樣說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 好奇心的驅使 我現在滿足了我自己的好奇心 我希望做些事 遠離足球 有時候我都很想離開足球一下 那麼 我也都認識一些人 在這個藝術界的人 所以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開始 說真的想想想 他之前開始做那個 慈善都是類似的情況 所以馬達這個人 真的很有趣 他除了踢球之外 他也是一個有些藝術細胞的人 他就說 他說這個展覽都是很有趣的 亦都在這個過程之中 學了很多東西 一個很好的旅程 那我就好鬼死享受的 我們開始的時候 就因為有個人叫Hans Wittred Eurich 就是這個藝術的總監來的 在一間叫做Supreme Time的藝術館 在倫敦的 他經常很想 將世界上不同範疇的東西 就去聯繫在一起 所以 當他嘗試去聯繫足球和藝術的時候 我就這麼巧就認識到他 一起就搞這個project了 因為 這個 其實他自己都很喜歡 就怎樣show到給大家看 就是不同的界別 有些什麼可以聯繫到的 馬達就這麼說 我一輩子就主要是踢球的 我可以有些關於足球的經驗在這裡 他就是這位管長 當然是其中一個很出色的藝術家 在世界上 創造者 所以我們一起做的時候 希望可以令大家更加開心 以及覺得是有趣的 這就是他們做的事 說真的 我都知道很多朋友 磨拳策掌 就預備去曼茲斯特底波 如果這個 那個製成品 馬達的製成品 如果搞定了的話 就會展示在 National Football Museum 我知道 如果你們去曼茲斯特 都會去的 就記得了 如果你們看到馬達這個 我想是雕像 或者這個藝術品 就記得拍回來報料給大巴聽 如果有些朋友 本身在曼茲斯特 居住的 都可以 你們有機會去的時候 記得拍給大巴看 因為我也挺有興趣 馬達究竟搞什麼呢 他究竟是做這個藝術品 是有什麼意思 或者內量有什麼含意 我都覺得是相互有趣的 OK 最後 再一次恭喜迪基亞 認識成為人夫 也都希望他快快去去 知道自己下個球季在哪裡踢球 繼續他的職業生涯 因為老實講 講來講去 他都是三十歲 三十一歲左右 其實都還有一段時間踢 他作為一個龍門 還有呢 我都極度欣賞他 因為他也都知道 可能因為之前西班牙國家隊的經驗 還有這幾年 知道他都要進步 因為他很明顯 我都講過很多次 很多朋友都講 今季他真的很努力 去嘗試 改變他的踢法 但是呢 究竟萬聯會不會跟他一起成長 等他一起去進步 還是說 可能真的沒辦法 因為坦德是很想令萬聯快些成功 而要買另一個龍門呢 但是呢 這件事的處理 究竟是萬聯 是否證明到萬聯的 全部團隊也是低能的呢 完全沒有人情味呢 那說真的 如果萬聯沒有人情味 為什麼我們很多球員 又 他對他又很好 所以呢 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疑點在這裡 整件事怎麼樣呢 我始終覺得 如果 迪基亞真的跟我們續約的話 我就完全不相信之前的傳言 但是如果迪基亞走的話 那些傳言是真的 的機會呢 就大很多的 不知道你們就這樣看了 今次來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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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